其行为放荡不检且有失谨慎 因此本件何怡婷探觉丁允公撤职 并停止任用两年的惩戒处分 背负惩戒人曾于102年10月间 与妍女并婚 事后因职务之故认识记者歪女 进而交往 交往期间背负惩戒人在新闻局长办公室 与妍女发生性行为三次 在职务宿舍发生性行为一次 妍女并曾堕胎两次 其行为放荡不检且有失谨慎 因此本件何怡婷探觉丁允公撤职 并停止任用两年的惩戒处分 另外何怡婷认为 背负惩戒人在脸书所张贴的合照 显示背负惩戒人与妍女均衣着整齐 面对镜头 妍女投靠在背负惩戒人的肩上 另有一名不祥男子背对镜头坐在附近 依现代人一般生活经验与社会通念合理观察 该张照片仅足以认为 他们两个人有亲密的男女朋友关系 上男认为含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等意涵 背负惩戒人率然将该照片贴出 重男、妄女因而担心另外拍的私密照片曝光 而要求删除或产生后续工作困扰 只能认为有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五条 公务员应警设等规定 难以认定是性骚了 皮膚出发 感谢观看